我们今天特别请到了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杨晓妍教授 杨老师主要是研究视觉传播学 是中国著名的美术理论和评论家 因为疫情的关系 杨老师正好在这个时候留在温哥华 在线上给国内的大学生们上课 那么这个讲座呢 我和杨老师也约了蛮久了 谢谢杨老师在百忙之中 今天抽出时间来和温哥华的家长们分享 关于这场儿童艺术教育的这个分享会 那现在呢我把时间留给杨老师 家长朋友们一会儿在讲座当中 如果有什么问题呢 也可以及时的写在这个留言板上 或者是写在我们的那个群里面都可以 好 欢迎杨老师 好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 Mikey 谢谢 这个这么多年来我第一次六月份在温哥华 因为这个时候在广州中央大学 正是上课最紧张的时候 没想到2020年一场疫情 把我们都变得远程生存 而且已经终于习惯了各位的屏幕 屏幕上似乎有很多人 有100个人 有50个人 有一个人 甚至没有人 跟原来在克拉上的真的很不一样 我讲一个题目的问题 其实这个问题稍微有一点点多异性 其实我不是讲 严格来讲 我不是讲一个简单的美术教育 这个是个美术 你们是个学校 我不是讲一个简单的美术教育 但是呢 是想通过孩子的话 来讨论一个可能最后涉及到 两代人关系这么一个现实问题 当然还是谈孩子的话 这个讲座其实我做过很多次了 类似题目 我原来也教过孩子画画 也做过这方面的工作 其实也有一种理论兴趣 看过不少类似的书 我可能有一个夸界的特征 就是即使自己是艺术出身 但同时又是一个对理论有兴趣的人 然后我在温高华 当年在温高华住过好几年 也做过类似的事情 在回去中央大学工作以前 特别感慨于中国社会和传统所引致的 这个非常有趣的两代人的关系 我们有非常优秀的传统 中国人重视教育 中国人重视教育 但同时也由于这种忘子成龙 忘旅成凤的这种迫切心态 其实也带来了很多压力 很多压力 这个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关心一些国内的新闻 我想大家应该会关心的是吧 比如说前两天一个女孩写了一篇文章 这个谈了自己的看法 对读西游记是吧 结果老师批评她没有正能量 结果那女孩就自杀了 更早一点的新闻是一个 15岁的女孩居然把自己的母亲给杀了 然后留下一篇文字 反正看了之后也是非常的让人 既不可思议又觉得很变态 同时也觉得问题很严重 所以我觉得父母如何看自己孩子的话 这是一个角度 也是一个我所熟悉的角度 因为我们对待自己的孩子 或者说我们通过孩子的话 我们其实认识的是一个既是自己的孩子 但同时也是一个可能有一些共性的问题 就是我们如何看待孩子的成长 但是我们还想从我所熟悉的 或者大家有兴趣的 这个孩子的画入手吧 世间本来是不存在儿童画的 其实儿童心理学的多种实验已经充分证明了一个很简单的道理 年龄越小的小孩画的画越一样 就是一个不管是在西方出生的两岁的儿童 还是在中国出生的两岁的儿童 还是ABC还是CBC 还是在非洲出生的两岁的儿童 只要有条件 只为条件就是他有笔有纸 那么他一定会有一个涂抹的阶段 那么在这样的阶段的时候 他们涂抹的这个图有高度的一致性 大概在两岁以后才逐渐分出不同 这个不同当然跟家庭以及家庭背后的社会环境和传统的影响有关系 但是我们今天的确也存在了儿童画 所以这个儿童画的产生 其实跟20世纪西方的早期现代主义的艺术运动有很大的关系 其中这个抽象主义表现主义 其实还应该有一个象征主义 以及这个几个主义之前的一个原始主义非常有关系 因为在这个从20世纪 从19世纪到20世纪 可以说我们的世界在发生一个非常非常机能的变化 这个竞争变化 一方面是变化的速度在加快 第二个就是很多曾经吸引为常的传统被颠覆 那么在艺术上的这种革新 是所有进入艺术界最后希望获得 公认的价值观表达的艺术家 所热心的一个目标 就叫革新自己的曾经的传统 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 儿童化被认为是一种天真的象征 其实背后包含着一个成年社会 对于自己的顾守常规的一个反叛 德国著名的艺术家克里也说过 他说他太希望能够像儿童那样去描绘了 的确等一下我会给大家看一看克里的话 他的底确确确在认真的学习儿童化 他的话如果没有一定的认识 其实初看起来似乎真的是儿童化 因为在他看来一种自着会成为被受关注的技巧 那为什么自着会成为被受关注的技巧呢 为什么儿童化会在20世纪成为一个重要的存在呢 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 为什么我们会强调儿童的天真 那么我们成年人的天真到哪里去了呢 我们在成长的过程中 那么很多挫折终于获得了某种成功和社会地位的同时 每一个人内心都可能会对自己成长当中的挫折 以及代价都有体会 而且有深刻的体会 于是是不是反过来 我们会看到那些还没有经受挫折 还没有来得及经受挫折 还没有挫折的那些儿童的天真的表达 有一种价值观的认同感 以至于出现了我们所做的儿童化 也可能是这样 这是俄罗斯著名的作家托尔斯泰的一段话 这段话就是 在我小的时候我极力装成像一个大人 当我不再是小孩 当我 这也写错了不好意思 当我不再是大人了 当我不再是小 对的是对的 当我小的时候我极力装成像一个大人 当我不再是小孩的时候 我又希望像个孩子 这是一个通常的心态 我想每一个人都会经历到 小时候因为我们想长大 等他长大了 随着年龄的增长 我们很多时候会回头来 哎呀 如果自己能够重新变成小孩 那样天生浪漫多幸福 所以我们就常常有一个概念 叫幸福的童年 读一首诗 这首诗非常有意思 是顾雄一个中国的诗人 这个诗人当然他的生活也是悲剧的 他最后在澳洲 成了一个凶手 把他的妻子杀死了 自己也自杀了 但是这不影响他的诗 因为他的诗的确有一种 儿童般的一种情绪 这种诗写在1981年 我是一个任性的孩子 恰好对于我们所说的这种儿童话 有很重要的一个形容 也许我是被妈妈宠坏的孩子 我任性 我希望每一个时刻 都像彩色蜡笔那样美 我希望能在心爱的白纸上画画 画出笨拙的自由 画下一只永远不会流泪的眼睛 一片天空 一片属于天空的 一片属于天空的羽毛和树叶 一个淡绿的夜晚和苹果 我想画下早晨 画下露水 画下所能看见的微笑 画下所有最年轻的 没有痛苦的爱情 画下婚礼 画下一个个早上醒来的节日 上面贴着玻璃堂纸 和北方童话的茶图 我是一个任性的孩子 我想图取一切的不幸 我想在大堆上画满窗子 让所有习惯黑暗的眼睛 都习惯光 我想画下风 画下一架比一架更高大的山林 画下东方民族的渴望 画下大海 无边无际愉快的声音 最后在直角上 我还想画下自己 画下一只树熊 他坐在维多利亚深色的丛林里 坐在安安静静的树枝上 发嫩 他没有家 没有一颗 留在远处的心 他只有许许多多 江国一样的梦 和很大很大的眼睛 我在希望 在想 但不知为什么 我没有领到那笔 没有得到一个彩色的诗 我只有我 我的手指和创痛 只有十岁那一张张 心爱的白纸 让他们去寻找蝴蝶 让他们从今天消失 我是一个孩子 一个被梦幻想妈妈宠坏的孩子 我任性 这首诗真的写得非常好 非常非常的透明 非常非常的贴切 但也正因为 这个诗人固执于他自己的 童年理想 他不肯长大了 具有长大 他抗拒长大 所以在一个复杂的成人社会 他最后变成了悲剧 但是这也说明 我们对于儿童的状态 对于儿童话 对于小时候的那种 天真和涂抹的那种 由衷小往事 非常非常的 值得重视的一件事情 也是非常有道理的 这是影响中国八十年代 到今天呢 蒙隆斯派的几个重要的诗人 的一个照片 1986年的照片 今天这些诗人 顾雄已经去世了 苏天和悲导还在 但是他们也没有写诗 悲导最近写了很多散文 类似著名的儿童心理学家 皮亚杰医生都在研究 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就是发展心理学 后来把自己的研究 盖过为发展心理学 他的目的是什么呢 要探讨人类抽象思维是如何形成 为什么我们会有数学头脑 为什么我们会强调逻辑 显然这个数学头脑和抽象逻辑的能力 并不是天生的 那么他有一个成长的过程 于是这样的一种目标之下 他转过去研究儿童 研究儿童的成长 因为在他看来抽象思维有一个发育的过程 既然婴儿出生的时候 他并不具备抽象思维 那么他是如何成为成长起来的 这不是一个生理问题 也不完全是个心理问题 皮亚杰医生的研究可以说是影响非常大 对于整个儿童心理学界影响非常大 所以他也就成为一个著名的儿童心理学家 但其实他主要的还是要研究 逻辑抽象和数学思维是如何形成的 因为我们今天的整个文明背后 如果说科学起的关键作用的话 那么之所以科学获得如此重大的成功 涉及到背后的思维方式 而这个思维方式 无一例外都根据一个非常简单的事实 就是逻辑 或者说从西方的现代科学的发展来看 他不得不归因于古希腊的那个著名的欧基里的集合学 其他前他在研究中逐渐得出了一些很有意思的 今天仍然是非常靠谱的结论 其中一个重要的结论就是 儿童在成长过程中 大概在12岁前后 思维会发生重大变化 也就是说这个时候的儿童开始出现 抽象思维的能力 皮亚杰把这一个变化称之为 哥白尼斯的革命 其实皮亚杰的这个理论 其中一个重要影响 就是我们人类 东西方在内 对于中小学教育的课程难度的一个设置 如果说我们过早的把难度往前推 就像中国曾经盛行的奥数等等 实际上就会给儿童造成超出他们 理解能力的压力 这样就会带来很多很多的问题 小孩就是玩的 我们要承认这个事实 大家在温高华都知道 我觉得温高华的中小学教育 因为我儿子在这里读小学和中学 我也做了一些比较 基本上我发现北美的教育 尤其是温高华的教育 加拿大的教育 中小学教育 可以概括为鼓励式教育 反过来我们在中国 我们的教育 包括我自己成长 大家如果说是在中国 受到中小学教育出来 都会可能都会认可了一个 就是严厉教育 批评教育 我们都是被课堂的卓业 压得抬皮头来 以至于今天大家都看到 一个很简单的事实 就是似乎中国的中学生出来 或者中国的年轻人 数学都很好 我们甚至认为白人的数学很不好 很多数学都有问题 但是大家知道一个简单的事实没有 著名的一个华人数学家叫邱晨彤 他应该是在哈佛大学数学系吧 39岁得到了这个世界 最重要的一个数学奖 他也被北京大学 拼为一个教授 但是这个教授好像在北大 不是很受欢迎 为什么他一直在批评 中国的数学教育 按照他的说法就是 中国没有数学教育 因为没有数学家 中国没有优秀的 一流的数学家 虽然我们有如此普遍的 高压高强度的数学教育 为什么呢 这个问题很有意思 很值得我们思索 皮亚晨的这个研究 对于特成难度的安排 是起了很关键的作用 这是皮亚晨的 皮亚晨的 俄农心理学研究 最早是观察他两个孩子的成长 当然他也完全遵守了 实验心理学的这种要求 一直在做一个 跟进的记录 他研究了很多问题 当然了 终极问题 就像刚刚介绍的 他的研究抽象社会如何形成 但是这当中他也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研究 就儿童如何建立道德判断的概念 如何建立伦理概念 这也很重要 就我们如何让孩子明白善和恶的区别 如何让孩子崇散 以及如何让孩子建立一个正确的人生观 这个也不是光靠外围压力形成 这也是皮亚晨非常重要的一个研究 这个另外再说 这个我就不说了 这皮亚晨的经历 他一直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学者 今天的认知心理学 在认知心理学的发展的脉络上 他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 另外一个著名的艺术史家 郭姆里希 他的最著名的一本书叫 《艺术与错觉》 《艺术与错觉》有个副方题 叫做图画在线心理学研究 为什么呢 是因为包括大家在内 只要你不是学习艺术 或者不以艺术为专业的 一方面我们保留了中国人的谦虚 我们会承认我们不懂艺术 但另外一方面 其实所有人内心深处 都认为自己其实是懂艺术的 这个懂艺术 其实概括的很简单 就是像和不像 我们是以像和不像来作为判断 也就是说 只要一个孩子把东西画像了 我们就认为他很好 但是他画不像了就不好 因为大多数人对于所谓艺术的判断 就是看画中的物像画得逼不逼真 是否栩栩如生 就像我在广州 我的儿子小时候我也带他去少年宫学画画 少年宫当时的校长和老师都是我的同学和朋友 而我自己不教 我就把孩子带来去画画 孩子在画画的时候 我发现我跟那些家长们有个重大区别 小孩子要画画 我这一边看书或者自己逛街 或者自己瞎逛 我根本不理孩子 孩子画的怎么样 孩子拿我过来问我画的怎么样 我说画的好 然后几乎所有家长都非常迫切地 帮儿子画画 帮小孩画画 因为这样才能够活得好成绩 而那个老师知道我的心 对我来讲 孩子去玩就行了 去画画就行了 他在少年时代 在儿童时候 他画的画是否得到好的成绩 这重要吗 我说不重要 所以我就整天觉得好奇怪 为什么中国的家长老在帮孩子画呢 然后我再去看 那些家长帮孩子画 他们其实都是基于自己的理解 把一个树画得更像一个树 把一个鱼画得更像一个鱼 把一个山画得更像一个山 其实何必呢 幸亏我是这方面的一个专家 所以那个叫孩子画画的老师也很明白 老孩子我笑的 没办法 没办法 只能不是 这是龚布里希在他的这本著名的著作 一所与错觉中探导的问题 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他的副标题 图画在线心理学研究 也就是说 他要研究了一个很简单的 很日常的问题 为什么大多数人会以像和不像 也就是说会以栩栩如生的程度 来对艺术做出叛道 这就是栩栩如生的艺术 这是俄罗斯著名的画家 列宾的一张非常非常著名的肖像画 你看画的多么的精彩 这个肖像画的模特 是俄罗斯著名的民族乐派的 诗人强力集团的代表 穆索拉夫 他是一个非常著名的音乐家 其中一个音乐对于艺术界非常有名 这个图画展览会 他的交响乐 这个肖像画在这个作曲家 去世前一个星期 也就是说画完之后他就去世了 当我们了解这个背景的时候 我们不得不佩服列宾的栩栩如生的那种高超的技巧 不仅很像这个音乐家 他那是个音乐家的中年照片 而且他把一种病容给画出来 一看这个脸的这个可怜的音乐家 大概被高血压或者糖尿病所折磨 或者肾病所折磨不知道 你看也是浮肿的 但是那双眼睛菌菌有神 画出了一个艺术家的内心的情感渴望 所以这是可以说是十九世纪 众多肖像画当中一个非常接触的肖像 而且我这样说的时候大家也会同意 这是一个非常优秀的肖像 而且一般人即使你不懂 你也会看得出我说的意思 所以写实主义 为什么能够盛行 跟大众的接触是有关系的 但是我们因为不学艺术 所以我们不知道一个很简单的事实 这个事实恰恰在公布里希的 艺术与错队中非常精彩地揭露了出来 揭示了出来 而这个揭示背后跟皮亚杰有关系 皮亚杰有过一句非常有名的话 叫做 儿童看见一件事物 比能够把它画下来要早很多 这句话非常非常重要 儿童看见一些事物 比能够把它画下来早很多 什么意思呢 这个意思很简单 儿童很早就认识到猫 如果你家里养猫的话 认识到狗 你家里养狗的话 认识到树林 认识到花朵 认识父亲和母亲 认识老人家 认识朋友 对不对 他们的眼睛和他们的交往告诉我们 他们的辨别能力一点无体都没有 但是他们能够画下来吗 能够画成这个样子吗 更不可能 一个画家要获得这样的技巧 要经过漫长的努力 还要经过刻苦的学习 以至于掌握了一套技巧 才能够画出这个画来 而画出这个画的结果是 所有不懂画的人 看了之后很吃惊 哎呀 栩栩如生 那么皮亚杰告诉我们听 儿童看见一件事物 比能够把它画下早很多 公布里希回答这个问题 他的意思就是说 因为能够把它画下来 应该能够把它画下来 是一个专业训练 而这个专业训练和看 并没有我们所以为的那种直接关系 我们是另外一套训练 对于所有画家 所有能够画出家画的画家 他们有了一套另外的训练 他们掌握了一套训练以后 他们的眼睛所看到的就是一张画 而看不到儿童当初看的物像 这个是写词主义 所以呢 当我们明白这个道理以后呢 就明白我在这里说的意思 这是所谓写词主义就认识水平来讲 其实本身包含了一些抽象的内容 也就是说 写实跟数学是一样的 它是用一系列概念组成 一个艺术 一个年轻人要学写实 就跟学数学是一样的 一个一个问题解释 一个一个解决 解决到某个程度 他就能够获得一个综合的能力 就于是能够画出这样的画 当你能够画出这样的画 就意味着你能够掌握了一套写实的技巧 但是这个世界在你的面前 也就变成这个样子 结果是我们又如何能够要求 一个思维尚未发育完整的 儿童去学写实呢 而又轻松自如 所有少年 十岁八岁七岁九岁的少年 我不知道多少年龄 当他们开始学写实 开始有句话诗高的时候 也就意味着他们今后痛苦结果 大部分的儿童都很痛苦 就像大部分三四岁四五岁的儿童 学钢琴很痛苦一样 不过我们没有听说过儿童音乐 音乐教育一开始就成年教育 所以学乐器的的确确对儿童是一个考验 这个画画得很好 我想大家并不会否认 这是一个曾经是个天才 在二十岁八十年代初 这个女孩是广西女孩 叫王亚离 我后面还要说了她 她五岁的画 你看我说画得多么天才 而且当时还 中国对外进出 图出公司还跟她戳画册 王亚离 我那个时候正是青春期学画画的时候 我这个女孩的画看了有天才 真是天才 她画了七八岁 甚至她的画这种画那种 水墨画的猴子的画 还印证邮票 你想印证邮票多么重要 然后大概在十岁的时候 就被一个美国的一个 大概也是从事教育的吧 一个专家吧 很好奇地把她接到美国去 她要研究这个现象 这个天才究竟如何 她究竟能不能发展 如何发展 然后这个人就消失 到今天已经彻底消失 如果今天有机会碰到她 或者她再重新出现的话 我想大概也应该是四十岁五十岁了吧 那么她自己来看 自己在五六岁七八岁画的这个画 她会哑然一笑 第一她一定画不出来 第二她甚至毫无艺术的感觉 也毫无艺术的兴趣 这就是我前面所说的颗粒 颗粒的两幅画 你看她在特意模仿俄伦画的画法 特别是这门玩具妹妹剧场之间 你看 这个是大概两岁到三岁 不会超过四岁的 额同画 人的概念 脸是一个大圆的一个脸 一个身子 然后手和脚两条 你看这个都是这样的 她把它盖过起来 但是千万不要以为一个儿童能够画这张画 这是一个成熟画家的 非常精彩的追求的结果 这张画非常均衡 而且这个儿童画的造型 的确有儿童的因素 但是已经经过画家的处理 如果你没有相当的艺术涵养 或者对颗粒的艺术没有了解的话 也许看得出来 但是只要你稍微深入一下 她的艺术世界 你会惊讶于她如何使儿童画的那些 自作因素转变成自己的杰出风格 从而使自己成为一个非常伟大的艺术家 这也不错 但是这是一个儿童画 阿水 这是我在广州收集的 我的朋友给我的 他是个儿童教育专家 这个画 我们不能说不好 真的非常好 当然了 如果说对儿童教育如果有认知的话 我们知道这个八岁的这个叫杨昌蓮所画的这个画 仍然有成年人教育的因素 至于说这个因素是什么 我们以后再说吧 可惜我们的父母又缺乏对于艺术的专业认识 又对自己的孩子具有无以伦比的操控性和权威性 所以他们就很轻易的把个人的观感敲架给合同 具体来说就是绝大部分家长认为 学习艺术就是学习现实 当然了今天我们还有一个设计的存在 而且我们在北美 我相信北美的艺术教育已经不会那么呆板了 我们已经有一个更广泛的眼光和视角 同时国内就我所了解的广州而言 也已经把北美这种 跟儿童成长密切相关的新的教育方式的引进 所以今天也不能完全这样讲 但是这仍然需要对我们的家长进行一种 教育就是要学会从自己孩子的绘画中认识自己的孩子 以及在这当中学习如何跟孩子相处 这个非常重要 非常重要 这是孩子的画 三岁画 这个画非常有意思 因为我一直想做一个实验 我拿一张这样的画 然后再拿一张 大家还不太熟悉的 但是肯定是已经有定评的 有地位的抽象画家的一张抽象画 然后再拿一张 广东著名的深圳大分村 那些非常便宜的 为酒店所画的抽象画 然后放在一起 这三张放在一起 这不是三张 是每一个类型选个七八张 混在一起 然后让人们在里面判断一下 哪张是恩恨画 哪张是抽象艺术家的成熟作品 哪张是大分村复制出来 画给酒店挂 能够分别吗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眼睛考验 我一直没办法做这个实验 我一直在想这个实验 这个实验严格来讲 对我都是个考验 这种像这张画 我们现在知道他是三岁儿童画的 但是非常精彩 而且儿童这个甩 能够甩得这么潇洒 也应该是在家长或者老师的鼓励 引导下才能形成 我不能想象一个三岁的儿童 没有任何引导的情况下 没有任何这个游戏的环境中 其实儿童参加画画 我觉得是一种社交活动 是一种培养他的以后的交往能力的一种开始 千万不要小瞧 千万不要以一个儿童的画 是否写实或者是否让你惊讶 来为标准决定自己的孩子 要参加艺术训练 而我认为恰恰相反 我是极力鼓励家长们 只要有机会有条件 都要推动自己的小孩去参加好好的训练 不是要画出一张所谓的好画 而是要参加一种非常有趣的社会活动 而我希望儿童教育的课堂 有某种游戏性 在这种游戏性的环境下 在儿童互相玩耍的天真的气氛中 在有经验的老式的引导下 一个三岁的儿童就能够画出这么精彩的一张画 如果这些条件都不存在 小孩子在家里完全自发的 能否出现的效果 这是值得怀疑 这是另外一个儿童的画 十岁你看 三岁和十岁的差别在这里 按照皮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结论 三岁左右的儿童开始学会画封闭的形 你千万不要把这个封闭的形 想那么简单 一个两岁的儿童 你让他拿一只笔 让他在纸上画 他不能把一个形封闭出来 所以一个儿童能够在纸上画一个形 而就使他封闭起来 成为一个封闭的形 这本身就是一个进步的标志 而一个十岁的儿童能够画出这样的复杂的形 已经不是很难 这是一个拼天 然后到了十五岁 我们就要画这样的数秒 十五岁的儿童大当已经具备了一定的抽象能力 请问说过了 十二岁是个关键 PRJ的研究告诉我们 但是 一个儿童 到了这个时候 他能够把这种训练进行下去 的确需要引力 因为写实是个压力 能够画像对象 要一个一个概念过关 这个不用理 那么我在给大家一个背景 就为什么说二十世纪儿童画会出来 那是因为跟几个艺术家非常有关系 首先你看这个画 如果大家了解这个画的画家就会知道他是非常非常出名的画家 今天如果你们当中是拥有他的一张原作 你们就等于是拥有一大笔车 因为他的画很昂贵 但是如果不了解他的经历和这个艺术背景的话 我们看这张肖像怎么能够跟前面猎兵画的那个音乐家 穆索拉夫的肖像相比 根本不能比 这个画我们只能判定为 哎呀好天真哦 好没有训练 好奇怪哦 但是就是这样的一些画 改变了艺术史的发展方向 这个艺术家是法国艺术家叫卢初 他是个真正的业余艺术家 因为他一生都在做公务员 做这个海关职员 做税收员 也做邮局 但是他喜欢画画 他每个星期天 他就把画像扛起来出去画画 在家里画画 所以艺术史有时候也开玩笑的 把他说成是什么呢 星期天画 这是他的自画像 中文字幕志愿者 Claro 你自己也来说 什么人 但是这些人 尽量重一点 自己对你的手 也可以攻占 没关系 没关系